我是17年做那个亚马逊的 但是我就是做到现在一直没有成功过 我也没有经过系统的去学习 甚至连广告都不知道是怎么去看自己的广告位 所以我现在我就是想请教你一下 如果要补新品的话 这个节奏一般是要整个去把的 哇塞你17年做你不至于吧 真的真的 我做到我已经亏了六十多万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一个产品 几万块钱随随便便就进去了 账号死了四个 然后是一个人在默默的摸索 就是以前去过那个 去交了两万多块钱去学 但是那个时候是一点几手都没有 学了也不知道怎么用 所以就一直都要 就反正也快到五六十万了 不是你17年就一直在做吗 是那种兼职状态在做 还是全职做 全职去做的 一个人做的 对 那一天就是后边就因为我做亚马逊 然后费了很多钱 所以就搞到有点加货人亡那种感觉 我总觉得亚马逊是能赚钱的 我们先把你的过程里面 OK你17年参加了培训之后 然后1819 特别是20年 你都没挣钱吗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因为我是这样子的 我心想的特别大 然后就是但是自己能力又不够 自己又没有经验 然后那个产品做了优化 做了优化 然后呢电控呢 也是因为一开始就是心急 我觉得我的就是说运气也很差 同样去刷单 我朋友刷了没事 但我刷了就有事 我朋友刷就刷起来 刷到了美妆内的300名这样子 那我刷就被抓了 然后所有的货也没了 然后店铺也挂了 钱也没了 对因为其实那个就是做到十几家那样子 然后就是一开始真的确实是刷 就是自己也不节制嘛 然后就去抓 然后刷了那个里面反正钱货两空 你去找服务商的话 一开口就是要五万块钱不划算 你每年都挂吗 各种各样的原因挂 你就没有一个店铺 或者没有一个产品挣着钱了吗 做了五年了 没有 回了真的是回了 现在一直在回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 他们都赚到钱了 就是哪怕做一个小小的东西 他们都赚到钱了 是啊 是啊 我感觉真的 从17年到22年 你在什么时候 你在20年得挣钱啊 那一年后你没这种钱 这是蛮难以想象的 因为我那年疫情的时候 我就是去卖了口罩 然后就是一天出了一千多分单 然后就把我的店铺给封掉了 所以我自己风险把控也是很差的 我大概明白了 你一直都是单逼作战 对 我一个人 然后就是说之前是不停的 就换产品 不停的死账号 然后最主要的是自己没有很细讽的去学过 连那个广告 我觉得现在我听您说的那个打法 叫什么广告卡位 怎么去卡位我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广告收白了 就是广告开到这里 反正也不管它 位置跑到马里吧 就不管了 就每天就像你说的 他们特别承担i-fos高不高这样子 也不知道就是找原因 然后你家里人现在也不支持你的是吧 但是你又一直想做 因为我觉得我深信他能赚钱 我跟你说 我这个东西不是批评你 我只是说这个事实 你一七年开始做到现在 你没这么多钱还亏了那么多钱 那是非常非常失败的 你没有钱怎么可能让你亏的那些钱从哪来的 记得 借的 真的是借的 就是做到已经反正就去年就离婚了 因为我也欠太多钱了 然后我又不肯收受 这样子 哎呀收了都觉得搞笑 因为怎么多 就是说前年 然后我加工加火 然后就是美系中毒 挖火都成植物人了 加工就是强丢回来 也就是老年痴呆了 然后加火就在重当糖尔的表面 糖尔两人挖火都不等了 然后现在加工就是 反正不能治理了 然后就是我爸被确定了 路线好 因为我妈也大了 我就八岁了 然后我的父母也是老农民啊 兄弟姐妹也没钱都那种啊 就是靠谁都靠不住 反正 现在就是能抖一天就是一天 我始终认为亚马逊是能赚钱 只是我没有找到对的方法 你就是现在我的话 你别心太崩掉了 因为现在越来越难做了 你之前在好的时间都没挣上钱 现在又那么难做了 我还好 我觉得我在亚马逊 我一定要做出的所以然 要不然我这搞得太多划算了 真的 对啊 那我觉得你做亚马逊 真的是把自己的人生都毁了 可以这么说 可能是最惨的了 历史上 所以就是说 我在广告这块 我真的是很差 我就广告开了 那个金价怎么调 不知道 你觉得你总结你17年到22年 现在都快5年了 为什么你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怎么着都挣着钱了 而你没挣着钱 你觉得真的是运气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是你总结的 我觉得因为这一方面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不坚持对一款产品 而且我的心太急了 就是刷单导致店铺 刚刚提的十几单那样子就挂掉了 所以就是不停的在折腾这个店铺的事情 然后每天找服务商呀 各种各样的问题呀 就是每天的时间就是这样子去放费掉了 首先我跟你说一个点 第一点 你不仅仅是运气不行 第二点 你的选品也很差 我相信你的所有的拿破局道 肯定是什么168万 对 就是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去做这样 你这个真的是不行的 你连20年为这张钱 就是因为其实你最重要是你的产品没有思维在里头 你没有想着你为什么要卖这个产品 你知道吗 就这个产品 你要怎么去让它比别人强一点 买家更欢迎 这些细节的问题你肯定没有做 所以选品是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至于运营对我来说 我感觉不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真的是错过了真的让你发财的机会 所以现在说家里面的人啊 他麻不反对啊 但是我觉得既然不坚持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我不想放弃 OK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有多少钱可以再来投入到亚马讯 我现在就只有两万块钱 说句真的不好听到 我建议你不要做亚马讯呢 谢谢观看